尤其偏光線當然會有掛燒 好,我們現在來了 中正路大街上 來吃憲政港兵 吃憲政港兵 他的還沒來 好 就開始吃吃喝喝了 先來吃憲政港兵 要不要試給你們看 好懷念的味道 最常吃都不覺得稀奇 吃不到我覺得超稀奇 他的爸爸兵來了 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 仙人掌的八寶 以前我們都吃仙人掌冰淇淋 所以我再次來吃仙人掌 對啊 看起來好好吃喔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他等一下要分我吃 好,OK 好,我們剛剛吃完冰 吃完我們的 美味的仙人掌冰之後呢 我們來到了 觀光客的行程 對 朋友的天后宮 百年的天后宮 我們等一下會去巷弄裡面晃晃 去找四眼景 對我來講 這邊就是一個懷念的區塊 以前都在這邊鬼混鬼混 小朋友的時候 這邊走一走 我們現在走一個觀光客的路線跟行程 好,我們就往裡面走走看吧 好,走啊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邊宗教的信用沒有什麼太大開心 我們是在看古蹟的 好,走啊 好,我們七宗中前程的要 晃一下我們天后 來 拜一下我們的天后 媽祖 好 這個 有歷史的味道 而且很漂亮喔 上面雕花,雕刻的感覺 就是 對,這是古蹟 我們現在來逛小巷弄 所謂的老街的部分 在導覽 我們去往那邊走 實工事 現在導覽,我們去往那邊走 我們去往那邊走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老街 我們去往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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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郵局的話 我可以寄飛機 我寄線掛就是飛機 五掛就是坐船 謝謝你喔 大哥,拜拜 拜拜 謝謝,拜拜 那個警察應該在幹嘛 那聲音就在導覽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跟他們解散 我們再去 我們 我們 我們用我們的方式胡說八道一下 呵呵 如果我們趁幾下 我們就把他們打倒 請看 痛苦 所以他的有一些人 營營 我可以判斷 是否就沒有事 上爭 但是是否要是 很容易 裡面有山豬的樣子 餐廳這麼 可以像小餐廳吧還是民宿 民宿喔 對啊 在巷弄裡面 這邊好漂亮喔 這邊跟我以前的印象中 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有經過重新規劃 以前我在這邊說這邊真的是那種老街 沒有人的地方 那之後他為了觀光重新規劃 然後一些特色的店家 有進駐這樣子 然後這個景點就是剛剛很多人在導覽的地方 他們解散我就在這邊看一下 我用我的方式幫各位導覽 這邊就是一個 一口井 有歷史來頭的井 聽說跟獅狼有關係 跟獅狼有關係 大家在自己Google吧 那就在這 這邊有個施工室 好吧 現在就自己Google吧 大概是這樣 來到另外一個知名的景點 是我印象中 很有印象的地方 就是這個 四眼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 就以前來講 對我來講是很有印象的一個景點 四眼景 那也是歷史的一個古蹟的一個點 在巷弄之間 老街巷弄之間 老街巷弄之間 大概是這樣 OK 只是帶各位到處走走看看吧 這邊真的規劃過了 以前這邊就是巷弄裡面而已 沒有那麼多店家 沒有那麼多觀光客 還好我憑著記憶還找得到 就順便分享給各位看看 我們也來參觀光客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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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了我們釣魚的人 比較喜歡的景點 景點嗎 我們來到港口 好啦 來到馬公港 如果各位是走船來 不能租台華倫啊 以前我們做 以前我們有時候會坐台華人 就是在這裡 馬公港 馬公港就在這囉 我們在馬公港 台華人出去了 台華人出去了 在那邊 有看到嗎 台華人出去了 然後 這裡就是馬公港 哇 我們不要去說什麼太多 闡述什麼細節什麼的 這個環境真的太舒適 哇 真的是一個馬公港 超舒適的啊 超舒適的啊 然後剛剛呢 剛剛呢 我們去 買了一些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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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伴手禮在這 買了一大堆 也沒有到一大堆 我覺得還好啊 因為我買的不量 我覺得還好 買了一些伴手禮 回去 雖然說 這些以前 對我來講 不是說什麼 特殊系 可是現在少吃到了吧 畢竟我已經不住在澎湖了 以前我們住在澎湖的時候 覺得沒什麼稀奇 但現在覺得 我買的不是伴手禮 我買的是回憶 各位懂 對我來講 是個回憶啊 是個 童年的回憶 這些 吃吃喝喝的淋嘴 對我來講是童年的回憶 就是這樣 那邊有那個 那邊 那邊 以前的那個 城門的那裡 這些都是 對我來講都是 立立在目的這些回憶 直接來 找我的回憶 找我的童年的 OK 那我們現在是在馬公港 馬公港 好 那就先這樣吧 好 各位我們在 準備 回程的路上 我們有來到 馬公機場 東湖的 魂王空站 馬公機場 那 昨天 我們從這邊進來 今天 我們準備從這邊回去啦 今天我們準備從這邊回去啦 今天我們準備從這邊回去啦 今天我們就出進拖運行李啦 然後 等一下一飛 落地 就 回到高雄了 然後就 準備回家這樣 就結束了這個 兩天的 夢幻行程 然後又回到現實生活的 甚至生活當中啦 我們脫離了 我們完成了一個 兩天的行程啦 夢幻的行程 夢幻的內容 其實這整個過程都還蠻好玩的 不管我們是 去馬公晃一晃走一走 吃吃喝喝啦 雖然說沒有很 也沒有說很 很多 的內容啦 也沒有說 去了很多地方啦 不過還蠻充實的 就一兩天來講 然後 當然最主要還是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就是大河杯 我雖然說 過程當中還是有一些曲折離奇 那 畢竟這就是比賽 我們就是來享受這個過程 那 不管是怎樣的過程 或是怎樣的結果呢 都是比賽的一環 都是接受的 或是接受 我們都是欣然接受的 那也希望說 明年呢 下一次有機會 有大河杯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賽 我們還有機會 再來參加 不管是在澳湖也好 或是其他地方也好 我們還希望說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 能夠 再來 體驗跟挑戰 看看這樣子的活動啦 關於 雞釣 釣魚比賽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也很感謝這次呢 有大河杯 有大河 舉辦了這次的比賽啦 所以它已經第六屆了 已經第六屆了 那希望往後呢 也可以 有更多 更豐富啊 或者是說 越來越進步的一些內容 跟行程啊 不過 最感謝的還是 整個大會的工作人員 包括裁判 包括一些幫忙的工作人員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對手們 參加的釣手們 每個都很 很盡心盡力的 漂漂亮的完成這一次的賽事 而且 安全 的部分就是 所有人員都安全 都沒有發生什麼 任何的意外啦 還是出了什麼狀況 都沒有 很好的很 完完全全順順順地的呢 完成這次的賽事 OK 那我們就準備去搞定我們的行李啦 然後等一下 就到高雄了 好 先這樣吧 澎湖 掰囉 呵呵 好 我們巡禮完成的 由於 那個 過關了 現在就在 龍武機場的 後機室裡面呢 等待我們的 登機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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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裡面也是一些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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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回去的人 比我們在香港的人潮還多了很多 因為很多都是 參加完活動要回去 因為這次朋友 有一些活動嘛 各位有看到 有些活動 所以我們對於最後七七的活動 大部分也都是遊客啦 晚晚 週末晚晚要回家啦 我參加活動晚要回家啦 所以人潮蠻多的 蠻熱鬧的齁 就是這樣 那就是 現在就一步一步的 畢竟呢 我們到達 高雄 到達台灣的時間 那就 就 這樣啦 行程將結束啦 好 這就是 OK啦 就是 恐龍王空站的 恐龍王空站的後機室齁 後面有免費 商店 好 等久就準備 登機吧 登機 現在我們登機了 登機的廠門 然後童武地場是不可以拍攝 所以我們就是不會拍窗戶外面的景色給你們看 但是我們登機了 現在脫著疲憊而身去跟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心情要準備飛回去高雄 好 那就準備起飛吧 我們已經返底國門了 我們已經充滿可愛的美麗的噴霧去到回來了 我們現在已經要到我們的行李 我們的行李弄出來 然後準備 準備最後一趟的路程回家 就這樣 就這樣啦 OK 這次的影片到這邊 完全的完完全全的結束 現在就是等著到家 我們現在 移動交通上 最後的移動交通 準備 回家了 我們從小港機場 翻底國門 來看小港機場 我們昨天從這邊出發 今天又從這邊回來 好 OK 好 我是 周南得知 我們 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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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